等我击杀你之后 你身上的所有东西 我都一并夺取 包括你的神火 神龙虽然说话的语气非常平淡 可是任谁都可以 看出来 他已经恨不得要将硝烟击杀了 毕竟硝烟逐渐展现出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底牌 的确会成为神龙族的绊脚石 想要我的神火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资格了 硝烟也是怒合出声 虽然从实力上硝烟的确不如神龙 但是硝烟的底牌 也不是神龙可以想象得到的 毕竟硝烟可不是寻常之人 诸多底牌 先不说 体内还隐藏着一位实力 深不可测的焚老 一旦借用焚老的力量 怕是就连这位四重天 为神巅峰实力的神龙 还能够将其抹杀 但是 不到万不得已 硝烟自然不会去选择 借用焚老的力量 好一个人类小子 今日 谁敢挡本神龙的脚步 杀无射 惊人的神力 犹如光柱一般 猛得自神龙的体内 暴冲上天 顿时狂风呼啸 动荡起来 无数道骇然的目光 投向那神力浩荡的源头 如此强横的神力波动 是很多神兽强者 都很少见过的 存在 毕竟 神龙此刻已经认真起来 一旦一名四重天 为神巅峰实力的 神奇强者全力施展 足以可以让无数神兽族 都为之遗产 这种程度的神力 也不是寻常的四重天 为神可以与之比较 没想到 神龙族的神龙 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神力 这一刻 诸多祖龙族的神兽强者 才认识到 四重天为神巅峰的 真正力量 在那冲天神力光柱之间 一道身影缓缓地浮现出来 他脚踏天空 那对冷力的目光 犹如鹰般锐利 硝烟 他能抵挡住 神龙那家伙的力量吗 真是 好强的力量啊 这股力量 怕比当年的祖龙 还要强上一丝 天空上的动静 顿时将所有神兽强者的目光 都是吸引了过去 而当他们望着天空上的那种对峙时 顺时一道道惊呼之声 便是响彻了起来 整个天地都为之骚动 人类小子 念在你的实力天赋卓绝 若是被我就这样斩杀 却是可惜了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日后的龙盟 那么本神龙就给你一次机会 天空上 神龙盯着硝烟 其声音低沉地道 我看你 还是收了这行吧 我对什么龙盟根本就不感兴趣 硝烟淡笑 回答道 哼 真是名玩不灵 神龙的眼中 寒芒一闪而过 终是不再废话 既然对方想要找死 那么也就没有办法了 强横的神之力量 犹如火山喷发一般 自神龙体内爆发而出 那漫天的磅礴神力 呼啸而来 竟是在其身后 化为了一头红色的巨犬 在那巨犬身躯上 弥漫着凶利之气 风大神掌 他们见到神龙身后 那红色巨犬 眼中 也是略过一抹凝重之色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应该是神龙的神迹之一 如今 神龙这四重天位 神巅峰的实力 再施展出这道神迹 那威力更是无比的强大 那所凝炼出的巨犬 仿佛极其的真实 简直与实体没有区别 今日 本神龙便让你见识一番 四重天位神巅峰的真正力量 神龙脚踏天空 旋即双掌一旋 只见得漫天灵气汇聚而来 竟是在其掌下化为红色的狂风 旋即 他双掌拍出 红色狂风凝聚 直接是化为一道百丈大小的红色风暴 黑色风暴 疯狂地席卷而出 消炼见到神龙这般强横的攻势 面色皆是凝重无比 虽然有了幻序空间中的能量 以及焚神一伙的力量 但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其体内的神力暴涌到极致 炫白色的火焰 也是化为凝聚出了几头 模样不同的灵兽 而这几头的灵兽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极其的可怕恐怖 并且还有着极其炙热的气息 弥漫而出 天空上 消炼倾尽全力 雄魂的神力 以及神火形成攻势 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奇奇地轰向了黑色风暴 双方猛烈交手 那种巨响之声 犹如雷鸣一般 轰隆隆地在天空之上响彻不休 而一道道扩散而出的神力冲击波 将那战场下方的建筑物 以及山脉 都硬生生地移为平地 无数神兽强者 皆是面带骇然地 望着天空上的那种激烈的交锋 消炼在此时 将焚神一伙的力量 催动到极致 其中的焚神之力 也是不断地被释放而出 然而 面对着消炼如此强大的攻击 那神龙却是处理天空 纹丝不动 双掌之下 黑色狂风涌动 漫天的磅礴神力 随其调动 竟是以一种不动如山的姿态 将来自消炼那极致的攻势 轻松地给抵打下 并且以绝对压倒性的力量 开始将消炼的攻势 逐渐地瓦解开去 神龙的实力 竟然恐怖到了这种程度 面对着消炼那金色的奇特力量 以及神火的力量 也掌控了局面 祖龙族的众神兽强者的脸上 满是焦急 看着虚空上的激烈对决 眼下的局面 让得他们感到极为的不安 在这人群之中 白炭等人 也是无比的担忧起来 虽然消炼的战斗力惊人无比 可是对方乃是神龙族的神龙 换一句话说 神龙乃是整个万兽神界的最强之神 虽然暂时还无法统治整个万兽神界 但是只要将消炼祖龙族 等这些绊脚石抹杀掉的话 那么就离称霸万兽神界不远了 甚至祖龙族中的一些女子 黄黄的模样 也都为消炼捏了一把冷汗 开始祈祷起来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加油 消炼 不会有事 诗人说梦 神龙大人乃是四重天位 神巅峰的实力 况且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施展权力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 一位第一序列神实力的人类小子 可以扭转战局不成 真是天真啊 此时 神龙族有些神兽强者 见到祖龙族的那些人 竟然还开始祈祷 然后讥讽地望着他们说道 看来消炼有危险啊 沈大神掌面色凝重 盯着天空上的战场 低声地出声道 的确有些危险 那神龙可还没有动用真正的实力啊 二神掌面色低沉下来 他似乎感觉出 神龙还是没有动真格 要不我们去支援消炼 祖龙族的三神掌道 不行 我们得守在这里 一旦情况不对 你们要带着祖龙族的族人 以及消炼先行离开 我可以牺牲 但你们不能 毕竟祖龙族还需要你们的带领 沈大神掌沉声道 我们也不会丢下大神掌你们 毕竟我们已经出生入死 保护族人自然也是我们的责任 二神掌和三神掌双掌紧握 缓缓地道 你们不要鲁莽 留得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只要你们能够带离族人离开祖龙族 日后东山再起 凭借消炼的天赋 必定能够超越这神龙老家伙 到时候 我们还需要你们来报仇 沈大神掌的声音带着利声 二神掌和三神掌皆是咬了咬牙 他们那毛子之中 有着一点点的星红涌了出来 沈大神掌望着二神掌和三神掌 终是苦笑了一声 手掌用力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眼前这局面 就算是硝烟的天赋 在强大 战斗力在惊人 恐怕也不是神龙那家伙的对手 只是目前硝烟只能暂时 与对方抗衡而已 而且神龙的实力 百是四重天为神巅峰的神奇强者 这便是注定了 他们祖龙族 今日将会失败 祖龙族的一些神兽强者 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天空上拼尽全力出手的硝烟 然后他们都在祈祷着 硝烟加油 随着神龙的神力 逐渐地消耗着硝烟的力量 硝烟也已经完全被对方压制了一筹 渐渐地步入了下风 看来硝烟所施展的 焚神一火 再加上幻虚空间 依旧是不敌神龙这般强大的神奇强者 人类小子 这下你完了 神龙见到硝烟的力量 也达到了极限 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充满着得意 祖龙族的那三位神长 听得神龙的大笑之声 心中也是掠过一些愤 但最终 还是被他们强行压制了下来 这个时候 他们也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 与神龙大人相斗 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真是无知的人类小子 风大神长冷笑道 而此时 神龙突然抬起头来 淡淡地笑了起来 硝烟的心头一跳 急忙抬起头来 因为硝烟的焚神一火 以及神火的力量皆是 被神龙那可怕的神力风暴 给彻底地瓦解开去 神龙的眼神 淡默地望着满脸凝重的硝烟 这一场热身也该玩够了 那么现在 我就结束这场游戏吧 与你这位人类小子 可没那么多的精力 陪你玩 神龙一步跨出 然后下方的无数神兽强者 便是见到这片天地中的神力 飞快地对着他周身汇聚而来 那磅礴的神力 犹如大海涛浪 席卷 声势骇人 神迹 碎龙掌 他的眼神无比的冰寒 突然一手拍出 只见得磅礴的神力 自其掌心席卷而出 竟是化为一道 约莫百丈大小的巨大掌印 掌印之上 弥漫着极端惊人的神力 这一掌 下去怕就算是与之同等境界的对手 都得避之锋芒 难怪被称之为碎龙掌 这一掌的力量 的确可以轰碎一些强大的对手 掌印一出现 便是笼罩了整片天空 这一掌 直接是对着硝烟狠狠地镇压 而去 空气 都是在那掌印之下爆炸开来 那掌印之下 仿佛是有着无数惊涛席卷 哗啦啦的声音传荡开来 令得空气都震荡不堪 掌印下方的那些建筑物以及 山峰 也是在这一刻 瞬间被那股可怕的神力 给依为了平地 好强大的神迹 恐怕只能施展更强大的神怒火灵了 不然被这一掌击中的话 自己必死无疑 硝烟的神经灵魂 释放到极致 同时感受到了那种笼罩来的 惊人神力波动 三道火焰 闭眼 幻虚神火 以及三魅神火 而三魅神火此刻 呈现出粉黄之色的火焰 看来 硝烟已经将目光之火 和神怨之火 进行了融合 三魅还差最后一道火焰本源 才能融合出完整的三魅 但是有了两道三魅神火的本源 也是足以另一些 天位神都忌惮 融合这三道火焰 将会是硝烟目前最恐怖的 神怒火莲了 此前 硝烟融合了两道火焰的招式 虽然那融合出来的火莲 威力极其的可怕恐怖 但是对于神龙来说 那神怒火莲 还是无法将其击败的 如今硝烟直接将三道火焰 进行了融合 而且还是在焚神形态下融合 因为在焚神形态下融合的话 地炎的威力 也将会达到终极地炎 也就是此前 硝烟利用焚神诀的第一诀 分离出三道地炎 再利用第二诀 融合了这三道地炎 诞生出的终极地炎 如此 现在想要所融合的三道火焰 一旦诞生的话 那么就算是所谓的天卫神 都要对其忌惮 三道火焰 而且其中两道是神火 另外一道虽然不是神火 但是其中 竟是也有着一股奇特的神圣力量 那就是焚神之力 硝烟想要融合三道火焰 如此震撼性的场面 下方的无数神兽强者 大部分也都是第一次见 很快 硝烟的双手向内挤压 三道火焰 皆是爆发出毁灭般的气息 神境灵魂的力量也是 催动到了极致 再运转焚神诀 因为只有焚神诀的力量 随着硝烟对火到造诣极深 也是以最快的速度 将三道火焰的能量 达到了平衡的程度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硝烟双手之间的三道火焰 竟是发出了 吃吃吃的火焰焚烧之声 毫无疑问 这是三道火焰融合成功的征兆 随着三道火焰的成功融合 一股极其炙热的温度 将这片天地空间 都是笼罩在了其中 另的空气 都被一股炙热高温 给焚烧带尽了一半 空间无尽的扭曲动荡起来 硝烟的眼眸 闪过一道火焰 其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双手之间 那里竟是出现了一朵 无比宽大的炫白黄三色的火莲 浮现出栩栩如生